當我看到帕運現場的照片時 我發現在選手們完成比賽或是站在頒獎台上的時候 那種真情流露或興奮的淚水 甚至比奧運選手更強烈 更動人 因為你們不只是在競賽中挑戰自我的極限 而且還是在克服各種身體的限制 不變甚至痛苦的情況下 依然不斷超越自己 像是為臺灣連續拿下世界的獎牌 這次建立項目贏著銅牌的林思惠選手 請大家為他鼓掌一下 思惠雖然對上還沒有完全康復 在比賽之前 自己也覺得奪牌不太容易 但是每一次上場都是全力以赴的他 還是拿出最好的表現 最後 後來居上拿下的銅牌 我相信他的收穫不再只是再拿下一面獎牌 更是感謝挑戰自我的卓越成果 還有為臺灣拿下桌手男子團體銀牌的 林念弘 陳明志 請大家給他鼓掌 這兩位多熟的好手 也是一路過關斬將 加上教練 培訓員等幕後舞團隊的支持 曾美銀牌 還可以說是團隊合作的勝利 另外 我們在場的田徑跳遠選手 楊川輝 因為急性四神經萎縮 突然失明了他 要成為跳遠選手 除了要苦練 還需要有很大的勇氣 像是我們射箭的國手曾榮輝 因為意外半身癱瘓在他 透過射箭找到人生新的方向 體悟到放的哲學 他因為射箭運動從事信心 也學習到人生像射箭一樣 所放開了箭才能射出去 我相信除了他們之外 今天在場的所有選手 都各自有動人的故事 我要恭喜各位 前進世界順利的完成比賽 不管跨運賽場上的結果如何 你們都是人生賽場上的英雄